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商荣就位列朝班当首相 帮助过他爷爷 扶持过他爹 如今又轮到赵王头上 这叫三朝的元老 在赵王的爹地临终之时 左手拉着商荣 右手拉着商咒 交代得清楚 我死之后 一同江山给了儿女 但是我不放心 不管什么事情 你要听商荣的 商荣 就是咱们大商朝的 晴天伯玉柱 驾海紫金梁 他是你的父辈 周王贵在爹地面前 已经发了事了 爹您放心 您不在 不管什么事情 我都要跟老首相商议 他不同意的事情 而绝不敢做 你看这不有这个差呢 怎么叫脱孤之臣 商荣说的又不是没有道理 所以才敢于跟他分庭抗议 周王发火 大爷发火 周王朝着大爷朝着 但周王呢 现在还跟商荣没撕破脸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还抹不开处置商荣 但是把他给气坏了 商荣啊 看看是我说了算 是你说了算 我是非啥疏忽不可 正在这时 八大大夫 齐大亲王全跪下 跟商荣说的是一样的词 要求皇上 开脱疏忽的死罪 周王一瞅 这是麻烦的 这齐大亲王 有他俩叔叔 有他俩哥哥 另外 还有镇国武城王 黄飞虎 这八大大夫当中 那也都是脱孤的老臣 这 周王一见骑虎难下 费伏忽游魂这俩小子在旁边站着呢 这俩小子是最尖最划不过的 一瞅方不顺 哎哎哎 有卓业了 费众出版归岛 陛下 臣有本上奏 说吧 什么事 陛下 疏忽 罪该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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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英要他的命 但是诚如各位所言 其中呢 情有可圆 我看这样吧 既然他送女赎罪 关键都在他女儿身上 陛下可以降职 让苏达基上殿 倘若陛下看中了他 可免苏户的辅罪 如果陛下没相忠 连苏户载他的女儿 一同金瓜鸡鸣 不知陛下 意下如何呢 清言慎善 你看费众说什么 咒王听着都对 一甩袍袖 文武归斑 暂时先不要苏户的命 咒王降旨 叫苏达基进见 全苏达基上帝 苏达基上殿呢 殿头关传呼之闭 时间不大 就见苏达基 农庄艳莫 奉官侠配 双手丙归走过九龙桥 来在九尖殿 滴水檐前 双膝跪倒 口称天子万岁在上 臣妾给万岁叩头 诸万岁万寿 无疆 万岁万万岁 咒王听见燕鱼音声 鸡芒龙目光 仔细观瞧 他一吵啊 就傻了 他一看这打架 乌云蝶病 性脸陶塞 鼻似玄胆 腰如交流 真好似醉酒的海棠 带雨的梨花 真是九天仙女下摇池 月里嫦娥 降凡尘 朱唇似一点樱桃 银牙似 无暇碎月 脸下深藏着两个酒窝 舌尖上吐的是 美嘴嘴香喷喷一团和气 转秋波 高昏索命 笑一笑 骨软金苏 梅雨间春风送暖 眼角里送的是 娇滴滴羞达达 千般妇媚 万组风流 这个昏君从来还没见过 这样的美人啊 他一见答应 真是神魂颠倒 古苏肉麻 耳鸣眼票 手足无措 黄乎乎 魂不守舍 魂沉沉 派有酒消 如醉如痴 是如傻如捏 咳嗦 他不动恨了 文物百官在两旁一看 又气又笑 心说这个色鬼真是丑 太白出 周王看罢了多时 方才清醒 朕没人也 快过来让朕好好看看 你说这家伙知道羞耻不 他离开龙树岸 下了御街 来到苏达记进前 拉住他一双小手 上一眼下一眼 就看起来没完了 一边看 一边称赞 好 好 太好了 赞赞了多时 吩咐一声 来啊 请贵人到寿仙宫后旨 有帮宫女来了 把苏达记 参加着赶奔寿仙宫 这赵王乐呵呵的 回到龙椅之上 手舞足蹈 哎呀 快放回苏达 放回来 放回来 苏达二次上殿 跪倒行李 哎 爱卿啊 你这个女儿可真是不错呀 朕十分喜欢 现在听我的旨意 赦免清 无罪 陷于游宫 你就是皇亲国诈 官生三机 永镇济州 每月 加十路 两千代 上龙 笔杆 威子 棋子 文武百官 在龙德殿 代替雇物 款待国诈 三日夸官 赠金千两 夸官之后 派文官两名 武将三元 打着龙放旗 送苏户 锦衣归故土 万岁 万万岁 这事情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哎呀 大伙长出了一口气呀 苏户谢恩下殿 更换袍服 现在官生了三机 文武百官 在大殿设宴 代替天子 款待国诈 之后 跨马游街三日 跨完了官 又有人陪送着 回奔金州 安协苏户 咱就不提了 咱们再说咒啊 当夜 赶奔寿先公 与达记 成就美式 亲口家风 苏美人苏贵人 打着之后 他跟这达记 如期四交 是左右不离 一头扎进寿先公 两个月 不理朝政 偏偏跟达记 在一起言乐 满朝文武是议论纷纷 文书房的本章 堆积如山 按下这些不说 但说中南山 有一位得道的出家人 名叫雲中子 之因 神仙一千五百年 犯了杀戒 也得需要 也得需要整顿 原始天尊 太上老君 通天教主 这三大圣人 紧闭玉须工的 宫门 研究 整顿的办法 天下众神仙 无所事事 就得听后拆派了 这雲中子也不例外 每天待着没事 就采药炼丹 这一天 他走到胡头牙 望昭哥这么一看 就见一股妖气冲天 哦 秀吞灵文掐指一算 明白了 闹了半天 千年的狐狸精 夹脱人形 搅乱商朝的天下 哎呀 这要时间长了 可为祸不浅啊 我既是出家得道之人 见着焉油 不管之理 一定要除害 才是正理 云中子想吧 不采药的 回到洞府之中 把金霞童子换过来 托儿 到洞后 千年古树旁 把那松树枝 给我取一尖来 哎 金霞童子遵命 把千年的老松树那枝 给他取了一锅了 云中子接过来 看了看 把这小枝叉 白蛇 然后用刀 雪成了一把木剑 金霞童子在旁边看着 有点纳闷 师父 您 您做这干什么 您做这干什么呢 哈哈哈哈哈哈 只因 昭歌城 出了千年的狐狸精 为师 要赶奔昭歌 前去出妖 因此 他学了一把苏穆宝剑 师父 您不是有震动之宝斩妖剑吗 您何必用这松树学剑 哎 你哪里知道 我那震动之宝 乃是原始天尊所赠 轻易不能使用 再这一说 小小的千年狐狸精 有松木剑 福意 童子这才明白 宝剑学好了 云中子嘴里是念念有词 干什么念兆呢 喷了几口仙气 这松木剑就不是一般的宝剑了 瞎光万道锐采千条 云中子用黄鳞子 把苏木剑包好了搁在小花篮里头 然后背背背斩妖剑手拿扶尘 这才离开鼓洞 托儿 好胜看守洞府 为师去去就来 说着 说着在脚下画了个双十字 双脚站的十字当中 往西北连点三点把扶尘一晃 刹那间五彩祥云落在脚前 云中子上了乡 一阵风是赶笨 招歌 那位说 能有这事吗 您别忘了 《风神演绎》是神话小说 那么孙悟空会七十二遍 有那事吗 因为是神话 您就别抬这杠 我怎么说 您就怎么听 咱们先言少讯 单说云中子 驾翔云赶笨 招歌来屈腰 斩其不提 翻过头再说咒啊 自从纳了打击之后 他是神魂颠倒 言听计从啊 这打击说什么都对 简直有一点差错 赵王疼得就痛不欲生啊 可是个宝贝 顶着怕歪了 哼着怕化了 也不知怎么喜欢好了 现在能有几个月 不临朝了 那本章堆移的更多了 文武百官几次命中几股 秦王登殿 处理国事 他是全然不理 后来啊 左右二相 七大亲王八大大夫急了 大家碰头一上意 非得请天子登殿不可 绝不能这样放任自留 我们都是脱骨之重臣 见天子不正 理应直见 对 就怎么办 怎么办 商荣告诉 民众机构 天子不登殿 你们就不要住手 你只敲下去 这响起没完来了 声音传到寿仙公 周王搂着打几 正在吃酒取乐之时 被中武生 嚼得他心烦意乱 何人名中几股 四玉关近了 陛下 文武群臣在外面几股 请陛下登殿议事 哪那么多事 国家太平有吃有喝的 非得叫我出去 议什么事 不要理他 旨意传下 钟武生并未停止 周王一看呢 又是商荣岭的头 这个老家伙 是诚心跟我不对付 也罢 艾飞啊 听见没 百官让我登殿 我不得不去 没人 稍后片刻 咕 去去就回 备脸 就这样把脸备好了 周王是满肚子不高兴 这才生炼 他刚坐下 再看那本章 左一摞子右一摞子 变哒叭哒叭哒叭哒 把龙树案都摆满了 摆不下呀 每个官员手里都抱着一摞 周王一看 这还有个看吗 这得看到什么时候 我那美人还正在等着我呢 哎呀 真是糟糕啊 他实在不耐烦 把龙袖一抖 各位爱卿 朕这几日精神恍惚 身体不爽 不能看呗 这些事情都交给商戎处理 有关打仗之事 交黄飞虎处理 台价退电 他要溜 商戎黄飞虎等人 哭通哭通全跪下 陛下胜命 商戎往前跪爬了几步 陛下呀 自从您纳了苏美人之后 身居后宫 不理朝政 文书房的本章堆积如山 您看看 八百镇诸侯 朝岗内外的事情 全等着陛下批示 您这样拖延下去 可怎生得了啊 愿陛下正心修身 取邪 扶正 还是暗日登朝 处理大事财事 还没等商戎把话说完 周王把脸沉起来了 商戎 你说的都是废话 你是干什么的 你不是当朝首相 执掌权衡吗 我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用夹缝笔干 威亚相做你的助手 再说你手下还有八大大夫 还有武城王 黄飞虎 文的武的阵 全都给安排好了 像这些烂谈事 何必问我 就即使叫阵登殿 也无非走走行事而已 这些事情都交给你们了 不必多说 蜕变 他站起来 扭身要走 正在这时 电头管跑进来 启奏陛下 外面有一出家道人 自称云忠子 求见陛下 说有什么机密大事 要起奏 哦 周王一平又坐下了 心说云忠子 出家老道 没评说过 他见我能有什么事 又一想也好 我趁早利用这机会 跟老道扯一扯 开开心 时间一拖长了 百官也就不嘟囊了 伤容也就卸了劲了 姑正好脱身了 他把本章往旁边一推 清等退立两旁 让出家人先来见朕 是 时间不大 云忠子来了 宽袍大袖 飘飘然 徐步而来呀 周王望下一看 哎呀 这老道长得好啊 面似冠玉 眉分八彩 鼻似玄胆 口似珠红 两只眼睛闪闪放光 头上戴着一字 萧妖金 顶梁门 安着一块美 两根鱼尾飘带 飘洒 胸前背后 腰里寄着丝涛 吓得是水袜 云吕 左手提着小花篮 右手拿着拂尘 飘飘然 你真是大罗金钱 咒王暗中乘袭 云忠子进殿之后 唱 把扶尘一晃 微微点了点头 方外人云忠子 参见陛下 连腰啊都没弯 咒王一看心里不高兴 心说你云忠子 你多什么 你也是我的臣子 怎么见着我利而不贵 你瞅你大么大样 大大乎乎的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天子吗 你不管是什么神仙 也都在我的版图管辖之内 咒王这气就不打击出来 请问道长 从何处来呀 这味就变了 云忠子一笑 贫道 从云水中来 喂 这王一听什么 从云水中来 这话是什么意思 请问道长 云水是什么意思 陛下如奏 贫道 心似白云 长自在 一如流水 任西东 哦 那朕在问你 如果 云散水湖 如头何处 赵王也有财选 你不是从云水中来吗 倘若云才散了 水干不来 你上哪去 云忠子又乐了 陛下不必担心 云散则 浩月当空 水枯者 明珠 再现 好 赵王一听 这个老道 对答如流 心里头 不敢小瞧了 赵王这才点头 说得好 说得好 赐座 频道 谢座 赵王 请不吝点赞